这期嘉宾为何来得如此之早 他们将有何大作为 这身打扮为何在现场唱起了流行歌曲 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 在谁一方 我的天哪 今天的嘉宾到底是什么来头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黄梅飘香张小平 今天的嘉宾为何来得这么早 还背着大大小小的行囊 他们究竟是何人 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 今天的嘉宾是两位戏曲演员 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他们早在距离录制五个小时前 就来到了现场进行准备工作 那么他们演唱的是哪个剧种 您听出来了吗 平凡世界 悲凡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励志故事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是主持人黄帆 欢迎我们的五位观察团的老师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要请来的是一位 令人尊敬的中国传统戏剧的专业老师 说到传统戏剧 我们都应该非常熟悉 而且非常亲切 大多数人呢 都还能唱出几段经典的唱腔 当我说到这些的时候 你们 尤其现场几位 您马上想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戏剧 唱段呢 我 谁说女子不如男 来 唱两句 唱两句 对吧 唱两句 留到国家那花 立台篇 谁说女子 不如男 是这个 戏曲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位说相的 这老师可能更熟悉 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家嘛 是吧 精评帮乐 精剧大家都知道的 没错 好嘞 来一个 那我会的戏太多了 唱一个最熟的 就是我从小就跟我爸妈学的好不好 好 夫妻双双把家还 哦 好不好 黄梅戏 黄梅戏 怎么唱来着 树上的鸟儿 乘床堆 路水青山 大海笑言 你瞧瞧 这个好像响应的人比较多 大家都会 因为这个特别上口 异于流传 没错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老师呢 就是刚才大家唱的这几种 戏种中的一种 哦 那究竟是哪一种呢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正宗原版的黄梅戏 倒露 来 掌声有请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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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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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黄梅戏天仙配的满宫选段 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吧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彩茶戏等 起源于湖北黄梅 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 与京剧 乐剧 平剧 渔剧 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 今天经典重现的表演 让大家都欣赏得如痴如醉 那么这二位嘉宾到底是谁呢 什么叫经典 什么叫原汁原味 真的是 两位非常感谢 这样先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嘉宾老师好 我们是来自安庆市 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 我是张晓萍 这是我的专门请来的 我们黄梅戏表演 助演嘉宾 对 助演嘉宾 董嘉玲老师 大胆地猜测 董老师也是专业的黄梅戏演员 不用大胆 国家一级演员 一级演员 一级演员 对对对 安庆市黄梅戏的故乡 正宗的正宗 什么叫原汁原味 太好听了 反正我长这么大 从小我们是电影里 看那个黄梅戏 对吧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看到正宗的表演 我跟他特别羞愧 我干嘛要唱这个 真的是真的长见识了 真的好听 不光好听而且好看 对啊 好看 而且他们的黄梅戏 这个韵味 跟你们词写的 真的是你们刚才唱到 那个夫妻双双把家环的时候 我觉得比现在这些流行歌唱 我爱你 真的就唱那种爱 感动自己感动得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细节 哪个细节 就是这个戏中的 这个男生夸女生的时候 对 我都害羞了 那是我听到 这个世界上最肉麻的情话 真的是你好比你好比的这种 太棒了 真太好了 我们这个曲艺里 巷子里的用黄梅戏用的最多 一个是京剧 一个黄梅戏 而且把这感 你耿天来你直播 你调水来你脚远 全是一个人干的 张老师每次听到什么感觉 没有 我们特别高兴 因为黄梅戏在各位老师的 这个大集的推广之下 我们受众的广放越来越大 年轻人更容易接受这样的 他带有调侃的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离经典又进了一步 确实这个传统艺术里面 有太多的学问 我说明堂 你看哪怕像婉莺那样的 我们简单地唱几句 它也是一种传承 尤其黄梅戏 以我的理解啊 是中国传统戏曲里边 最适合传唱的剧种之一 我觉得它更适合于 就民间那种传唱 它好唱 对 悬讯也强 朗朗上口 对对对 张小平是来自安徽省 安庆市黄梅戏一团的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曾凭借2008年 在北京长安大剧院的 六尺巷演出 创黄梅戏界 单人连续演出时间至最 一同前来的助演嘉宾 名叫董嘉玲 同时来自安庆市黄梅戏一团的 国家一级演员 主公文武小生 今天两位行家来到现场 应主持人要求 两位将在现场 教授观察员们 演绎黄梅戏 女驸马的经典选段 今天呢 今天有福了 难得两位这么专业的 一级演员在这 想不想讨教一下 学一点呢 也是受益啊 那么观察员们 表现如何呢 都会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带点动作好不好 这个难了 您说几个这里边的要力 咬字啊 发音啊 动作啊 最主要他这个是女扮男装 他本身是个女儿生 但是呢 他非常有才华 他代替他的另外一个夫君 他去赶考 哪知道他一下考过状元 所以他特别的兴高才烈 就在这一段里面形成的 所以唱出来了解这个背景 他是非常沾沾自喜的 对吧 有点得意的意思啊 对 很得意 对 得意 我叫你了 你一家圆 水了黄邦 中转圆 中转圆 中红泡 茅茶凤花好玩啊 好新鲜嘛 他的哥 他带的那个 神气活现的吧 哎 会一赏 其实我觉得唱上吧 咱们就不扣了 因为不是一天两个学的 对 但是这个形头 对 可以来一来 身段 身眼手法部 身段 这是女伴男装了 对 咱们学的身段 手眼身法部嘛 哎 手是蓝蛙出去 那女孩子 你肯定上去 女孩子肯定是男花质 你毕竟还是女孩子 对吧 然后呢重状元 指着自己 端着你这个 这个鱼带 真漂亮 这里有个小鱼带 端着你的鱼带 来 啊 茅茶 公花 手背到后面去 好新 是啊 那咱们俩一会儿唱吧 啊 好 来一段 我来看你一下 来 正面 我来看一下 侧面 子母式 哎 侧一点 子母式 很漂亮嘛 子母式 这怎么就精气神 精气神嘛 哎 子母式 对 对 对 喂 酒 里 老 里 家 远 吹了 黄 帮 种 庄 圆 种 庄 圆 种 庄 圆 桌 红 炮 猫着公花好啊 啊 好清泉啊 可以可以 老师在发音上唱腔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哦 黄明系它是最最重要就是它的咬字 是 哎 它必须要会唱安庆话 必须要会说安庆话 它才能唱好黄明系 您您说两句 您您说两句啊 安庆话 说让安庆话 比如说安庆话 董老师他在行 你可以教他们几个安庆话 董老师说那个 安庆话 比方说我们唱圈当中咬字啊 就是地道的安庆观话 对 哦 安庆观话 但是这一小段听着也跟普通话一样啊 没有 其实它有很多的套 很多 为求你呢 水了种庄圆 是 花捉捉捉红泡 冒茶公花 好啊 好新鲜 新鲜 显哪 就是它很多 新鲜鼻音的 它就是它有那种感觉 这个咬字啊 它不是像唱歌的 呜呜呜呜它不是那个感觉 就是一般说 它带一点塞塞音 对 带一点塞音 它对 它的声音比较靠后 对 绿水青山戴笑颜 绿水青山戴笑颜 这地道的安静光华 露 露水青山的绿色 还是这个福气双双 瓦家华 钱东全会唱 老是你 我来 我来 我来谁啊 东勇 你 我来监语啊 对啊 我来 行 来 行 树 树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独水青山大笑言 随手结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带发电 从此不守奴义空 夫妻王八家还 你甘天来 你直步 我跳水来 我跳远 就对了 好了 其实刚刚就有一个字 像你们做出就是啊 我 它是我 安庆话它是我 我 它是鼻子里面 我 它字头 我 它是一半个上 我 我 它是安庆话 你甘天来 你甘子也不对 安庆话它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没有后鼻音 它没有后鼻音 那这个音怎么发 它就你甘天 你甘天来 它基本上不用后鼻 我直步 我跳水来 你跳远 对 好玩的 短短几分钟的教学 让我们只能对博大精深的 传统戏曲演艺方式 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那对黄梅系如此了解的张小平 当初是如何与之结缘的呢 问问张老师 您学黄梅系有多少年了 暴露我的怜悯了 您就是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吧 换个说法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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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也就是前几年的事吗 对对对 这个好 也就刚学了五六年是吧 这个好 神童 对 时间不是很长 是 什么机缘遇到了黄梅系 因为我唱黄梅系 真的是太子郎 因为我家里面 我爸爸妈妈 都是从事黄梅系职业的 我妈妈是演员 我爸爸是作曲的 也是我们黄梅系当中 拉高弧 高弧就像京剧的金弧一样 叫主弧 是家 对于我 从小呢 我就在剧团大院子里面 长大的孩子 我很小就会唱 家学渊源 对对对 这就是喜欢 那从小就耳濡目染了 对耳濡目染 就是你躲都躲不掉 但是一般这种家庭呢 会两种情况 要不然就是从小就喜欢上了 要不然就是 讨厌天天听 烦着呢 对对对 能离多远离多远 是的是的 你属于前者 我属于前者 不是被爸妈强迫的 绝对绝对 爸妈妈坚决反对 爸妈反对 不让我唱 为什么 我妈妈说演员太苦了 真的太苦 我以为说 这安清市唱黄梅系的太多了 满大街都是 而且我们家还不是安清人 我爸妈妈 那时候我们家在当图 就是马上那边一个县 当图县黄梅系剧团 但是呢 我们家整天都是 我耳朵里面听的 都是这些东西 妈妈觉得太苦了 很苦吗 学黄梅系 真的很苦 非常苦 从小就要练功 非常非常苦 要齐他早 而且戏曲演员 应该是整个的 在这个从艺的这些行业当中 应该是最苦的一个职业 因为他必须你要从小 你必须要从小练童子功 对对 要不然你练不出来的 然后你要在舞台上面 你要摸爬滚打 真的要那么多年以后 是 你才能站住脚跟 对 要不然你真的是 禁不住你舞台上面的 那么多的磨面 成才率比较低 而且尤其是男孩 我不知道女孩有没有 还有那个所谓倒嗓的那个事 倒舱有 倒舱对吧 对 非常多 你本来挺好的一倒舱 全完了 对对对 就是现在我们剧院 我们现在在 我们剧院招了一个定向班 专门招了20个孩子 我们剧院投入了大量的 这个资金和人力 我们就来培养这波孩子 但是照男孩子 真的就是赌博 他现在来都是同身 他没有发生 他还没有变身 没变身没事 嗓子特别好 但是真的不知道哪一天 他如果变身的话 他真的说没就没了 出生于黄梅系世家的张小平 从小就对黄梅系痴迷 天资聪颖 加之日复一日的努力 让他得以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如今他也体会到戏曲传承 必须后继有人 在坚守舞台的同时 也义不容辞地培养起后辈人才 在坚守一次 他要做参与夢 在坚守的话 对的参与结果 因对微卖天资 他和克王智颖 在坚守起岸 这一切 Л이스 我敢持作业 海入生活作业 他要带你生去何事 我身或分 我一身阻挡 自华二之作 喵喵 歌尔未呀 歌尔未 Yah 歌尔未 歌尔未 Matbox 歌投中刺逃 歌泸 要打开 腿要打开 腿一定要等实 好吧 看我上面的消息要侧一的 眼睛可开 经济水 花树叶你看 可见戏曲练功都要从娃娃抓起 然而练功的枯燥乏味 也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如此热爱黄梅戏的张小平 当年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呢 云南万通气球学校提示您 本期精彩看点 这期嘉宾为何来得如此之早 他们将有何大作为 这身打扮为何在现场唱起了流行歌曲 绿草轻轻白雾迷离 有为佳人 在谁一方 我的天哪 今天的嘉宾到底是什么来头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黄梅飘香 张小平 那最开始喜欢上黄梅戏的时候 是不是也没意识到 学这黄梅戏会那么苦 没有 反正我觉得 你自己觉得苦吗 我没有 我超级喜欢 我说了 我一辈子从事了我的 我最喜欢的东西做了职业 所以我特别有幸福感 因为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特别轻松 我也觉得特别容易 我觉得所有的苦 对我来说都是乐趣 人天生就有这遗传 对吧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超级喜欢 小时候的那个小儿歌 你们肯定你们年轻 你们都不知道 有这么小儿歌的那个桔子 我都能拿着那个儿歌册子 看着就唱了 我看着那个我都可以把一段 一个小小歌曲我自己都可以唱 那时候刚刚你说爸妈 其实是不太支持你学黄梅戏的 不支持 因为苦吧 但是也看到你喜欢 对 那他们这个不矛盾吗 矛盾 因为当时我嬉笑 到我们档土里面去招生 我有个老师呢 跟我爸爸是亲戚 曾经在我们档土 现环门剧场上实习过的 他还带队老师 他在五湖招生 他就到档土来看看我爸爸 然后我知道他是来招生的 那就不得了了 我就一个人把鞋换换 在家里面又是唱又是跳的 那老师们说 这孩子还要考吗 这孩子不考 我马上就可以召进学校去了 对啊 我真的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名进去的 我的专业课绝对 那你爸居然也同意你去了 不是 他说这样吧 他说张老师 你明天把你的孩子带到 带到娃娃嘛 我说我不考 带我去娃娃 第二天爸爸就这么背着我 就到考场背着我 我嘴巴里面他吐那个泡泡糖 啪啪 扑进去 老师说小不点你唱一个吧 我就唱然后拔音 在那个钢琴旁边拔音 啪啪啪啪的钢琴爬得好够了 我说我还能唱 然后一步跑调 这孩子就跟我爸爸说 你让他来吧 我爸爸不同意 然后我第二天回家 我就不上学了 我就没去上课 是抗争来的机会 就是他们说你怎么不上学啊 我说我考安清黄明西学校了 我爸爸说他们还没考 他们说你考取了 我说我考取了 我说我肯定考取了 每天早上在家里面 耐着叉叉不起来 就要考安清黄明西学校 爸爸妈妈留不过我 没办法 所以说我就是喜欢 然后团里面很多人也劝 算了 你们家小平次 他那么喜欢 他如果能很好也挺好的 后来爸爸妈妈 领不过我嘛 我就很顺利地考取校 太顺利地不得了 而且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孩子进去的 像您那个年龄 其实会有很多人 因为我知道很多学戏曲的 后来就都去唱流行歌了 包括后来很多成名的歌手 都是原来唱戏曲出身的 对 我们安清 你那时候有没有受到过 这种诱惑或者是 我真的 我真的失去了一个 当歌星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也是习校毕业不久 这个中国录音录像公司 就到我们安清去采集小样 去想找歌手 因为安清只有一个黄明西剧团 对吧 因为他就在我们这个黄明西剧团呢 就选了三个 因为我们的 我经常唱歌 我那时候在我们的舞厅里面 我一天要赶三个唱着 很火啊 是唱流行歌是吗 唱流行歌曲 然后他就弄个小羊 那时候就模仿嘛 就是很多的 什么苏睿啊 什么这一大堆的 什么邓丽君啊 我们都模仿 然后弄个小羊 他这个孩子唱得不错 然后很快就发了个电报过来 电报 那时候就是电报 然后他说 那时候是河带 不像现在是光碟 那时候是河带 他说张小平 我们的伴奏带 全部都弄好了 只要你人进来进棚 进唱就可以了 那个年代都是伴奏带 然后你进唱 马上就发行了 但是我就是也不凑巧 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呢 团里也给我安排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排练一个 大型的黄明戏 而且是个现代戏 叫罗密欧与朱丽叶 黄明戏还能唱这个 把那个沙翁 沙士比亚的作品 把它演变成我们黄明戏的 这种形式 表演形式 展现在舞台上 多有意思 对 创新的一个表演 所以他为什么 他们要找我呢 因为是他们也知道 我平时喜欢唱歌 他那个 他现代戏了 他肯定他有 宰歌宰舞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说他肯定想要我们这些孩子 能够呈现一下 另外一种 就是在当时 你很时尚的那种感觉去演这个戏 所以我爸爸就坚决不同意 他说你那个唱歌 你是个业余爱好 这个是你的职业 正好有这么个好的机会 我爸爸他清楚 他一个演员 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拔不住 以后你会用很多很多年的奋斗 都未必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了 有的时候也想想 如果那个时候 我真要去了的话 那肯定现在又 那个时候同期的都有谁出来 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 后来我们那个西校有一个孩子 叫这个叫谢雨昕 谢雨昕 谢雨昕就是我们一个学校出来的 但是他比我们 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矮一些 但是他就是我们这个戏校出来的 谢雨昕就是我们这个 一个戏校毕业的 还别说 那个时候如果老师真去了火了 能火到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的东西 真的是很经典 而且很长久 他的作品 曾经在面对流行乐 和黄梅戏的抉择时 张小平也一度犹豫不决 但是出于天生 对黄梅戏的痴迷与热爱 最终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留在黄梅戏的舞台上 而多年的戏曲功底 对于演唱流行歌曲 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爱好之一 张小平也会经常演唱黄梅歌 黄梅歌顾名思义是用黄梅戏音调为基础谱写的 带有流行乐特性及唱法的歌曲 唱段基本用黄梅戏音调来改编 那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黄梅戏 黄梅歌别样的风采吧 黄梅戏音调 树里 守在我眼泪 忘断了青山 忘断了水 怎就忘不来 忘不来 过过回 好听 心丑了啊 你们在我有压力 而且基础 人家基础太好了 我真的是好莱坞 我再也不跟你讲了 唱歌这个东西真的是 位置好的就是没有办法 他有这个戏曲基础 您看他怎么动作 怎么发音的气都不是断的 但我一直在想 其实邓丽君的那种唱法 其实是有点戏曲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他那个柔气的状态 包括他吐司的状态 是一个真正专业的黄美希演员 如果能唱他的歌是个啥位 我来试试吧 来来来 不行 你们不要笑我 没事 没事 好轻轻 白雾 迷离 你又为佳人在水一方 我的天哪 真的是唱到心里 我的鸡皮歌都起来了 现在没感觉了 现在没感觉了 这还没感觉呢 感觉不对了 感觉不对了 能量高呀 现在的戏曲演员 我经常跟那些年轻的演员们说 我也带学生我现在 我们说 我们现在真的要用两条腿走路 真的不能像以前一直在家 那焖着头 那个也要 我们的传统东西真的不能丢 对 基础要有 那基础一定要有 但是如果你想把一个人物 唱得有血有肉的话 你光靠那一种的方法 去上面展现的话 那它单一了 对 其实黄美希我们有很多的 也融入出现在的 现代的因素 现在很多的 除了这个自己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之外 就是传承也好 教学也好 它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您是不是近些年 很多的精力是放在这个 教学和传承的这个工作上 是的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我总觉得 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三个台 我是从站台到守台到让台 我觉得这是 作为我们这一波这些演员 老师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的很多戏 也是接老师让给我们演的 我们的一些前辈老师们 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都是看着他们去长大的 在他们上学了很多 但是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让 但是我已做好让的准备了 因为说你不能说你让下来 你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对不起 我自己这么喜欢我的职业 是 所以我现在还在台上的这个同时呢 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 怎么去教学生 我已经带学生带了四年了 张小平为自己设定的站台 守台让台原则 他在为传统艺术无私奉献青春的同时 也在为传承做着贡献 至今有四年教学经验的他 教授的学生也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一些剧目 然后这个袖子呢 让它自然地下去 再出去 用腰 再出去 收回来的时候 后来扶抵你的腿和你的手 同时 收 releasing 冬离 甲妹 甲妹 张老师,您一般一周来这边上几次课 我觉得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课 从最忙的时候这边一天是起床课 然后晚上回去稍坐停留 来到各馆去演出 那基本上一天是一点休息的时候 你们学黄梅系多久了 我们一直跟张小平老师学了四年了 我跟张老师学了又四年了 我特别喜欢黄梅系 然后从小听到就觉得好好听啊 然后就想着想来学黄梅系 张老师平是对你们严格吗 课堂上很严格 但是私下非常非常的好 就跟我们类似于朋友的那种交流吧 反正特别好 张小平尽职尽责和蔼可亲 让学生和他一师一友 但是在学校拍摄期间 我们发现学习黄梅系的孩子人数并不多 这是否意味着黄梅系传承现状 不容乐观呢 请教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啊 这个传统艺术真的是我们的瑰宝 但是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生存发展 现在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尤其时代的不断的变化 在这同时您想您当年晚上随便跑几个场子唱歌 就能赚很多钱 但是坚守传统艺术要失去很多 尤其比如说在物质上面 不管是您站在台上唱或者现在教学 我相信那个完全不能拿这个物质收益来去充定 衡量的 对 衡量它的艺术上的这样的一个贡献或者价值 其实没办法 会想到这些吗 会觉得无奈吗 或者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你说一点都不想 那肯定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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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假了 对 真的有想 其实戏剧演员真的是非常清贫 因为他从小他也一辈子 基本上是不能说一辈子吧 真是半辈子的时间都交给舞台了 以前就靠舞台上面去硬唱 一个剧场里面就几百号人 对吧 你演一场大不了也就几百号人看了一下 对 所以说那种传播力是非常有限的 是 是 是 但对于戏剧演员来说 真的是特别不公平 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很纠结 我们也会呼吁 就是像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再把我们这一代人 你不用不给他整好的话 你下来真的没人再愿意唱 没有孩子再愿意去学戏 对啊 因为他太清平了 对吧 而且又太苦了 是 现在孩子说老师那我们要生存啊 对 我不能天天跟你后面练功啊 对 对我租房子 我在你这个地方 我要租房子 我要吃饭啊 所以人才就很难留得住 你不能让他饿着肚子 跟他讲情怀 对对 讲民族文化的传承 完整什么传承 你们承载了多大的责任 对对对对 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对对没有 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97年毕业 我也是系校毕业的 我毕业了以后是分配工作的 是拿着你的人事档案 到人事局分配工作 然后到小学到中学 因为学师范嘛 小学中学去当老师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闲暇之余 晚上也去跑场 我一天也跑三个场子 我一天跑三个场子 我一个场子给我50 我一天可以挣150 对对 但我上那个学校 我一个月才开200块钱 你说我选哪个吗 是 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小 我也不知道我爱什么 我只知道这样会让我 我和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是 所以你说我有错吗 我也没有错 对 我也没有错 这样的话题也引发了观察员 感慨万千 传统戏曲的传播方式 确实有待更多人献计献策 在对张小平老师致敬的同时 我们今天也来到了 他几十年如一日 演出的黄梅戏会馆 在这里 我们也感受到了 圆之圆味的黄梅戏 《花开花》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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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学家 下写着四国子 送帆请叹来 叶四国子闻见来 带带马上带带草贤 到春來 到春來 搜你時 烏蘭金山海 到春來 搜你時 搜搜往江山海 到秋來 搜你時 重春有期待 到春來 搜你時 回舟 搜你時 愛 萬一轉來 往天上海 這段來自黃梅系小字店的選段 花開花放 曲調婉轉 朗朗上口 這部劇講述了青年商人蔡明鳳 與客棧老闆柳凤英的七美愛情故事 而後續選段 今天將在節目現場 由張小平和董嘉玲二位老師 共同為我們演繹 敬請欣賞黃梅系小字店選段 《彩郎哥哥他要走》 好 接下來我們就欣賞張老師 跟董老師帶給我們今天節目的 最後一段精彩的黃梅系的片段 有一個小細節需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黃梅系這個戲種的特點 男爵往往是要烘托女爵的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精彩成功的 這個爵背後或者節目背後 有很多的奉獻跟犧牲 其實跟我們的人生一樣的 加上今天節目聊得這麼多 我相信所有的觀察團的老師 包括電影機前的各位 在看這一段表演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來 掌聲跟舞台留給兩位老師 也感謝我們的電影機前的觀眾 收看本期節目 《雲南威視》《了不起的你》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走啊 妹妹是个聪明人 亦是聪明亦是胡同 舌头底下牙四人 走遍天涯烂出头 心上人儿一心腰疼 伤心泪而不住的流 长短鲜碎 来吧我的哥哥酒 我哥哥转回家 人爱夫妻都不疼 多分情意给他既有十九 留下一分钱我又藏 妹妹带我情意后 永生永世记心头 我两人你心不离 一颗心永远般没有 我两人你心不离 一颗心永远般没有 过温 空爱 每尾边记忆 毁局 我手伸心 谁 又下面 下有 spreadsheet 戏曲演员张晓萍将自己的青春 都献给了挚爱的舞台, 而所获成就也是数不胜数。 电影上跳《情侣佑》 获得我们这个 200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戏曲片奖。 这个是我在那个片中呢 被主要演员配唱。 这个《六尺项》 是我主演的六尺项舞台剧。 它是获得了我们这个 中宣部的五一共争奖的提名奖。 我们感激一辈又一辈的 老艺术家们 为我们守护和传承着 传统艺术瑰宝。 期待像黄梅西一周